好 我从17岁就出来打工了吗 对不对 我只知道我17岁时候出来 我要保护好我自己 欢迎游泳兰斯一个 保护好我自己对不对 难不成我17岁出来打工了 被别人给骗了 那才叫单纯 那不叫老油条吗 对不对 你们不知道你们城市里面的人 就没有对吧 上学都上20多岁 我们农村老小孩 谢谢老汪老头 我们农村小孩 十几岁就出来打工了 你们又可以学习不好的话 爸爸妈妈给你们报什么班 去让你们去学习 我们那边你上不好就拉倒 对不对 你能考上大学都是天意 靠你自己的努力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很早 小学生都出来打工了 十几岁 那不会自己防身技巧怎么办吗 难不成我17岁就跟别人说我17岁 那17岁说年龄这么小跟我走吧 卢走了怎么办 我就说我17岁 我从来不说我17岁 我就跟别人说我今年20多岁了 我刚犯完事出来还生过俩孩子 别人就不会招惹我了 对不对 我就会一点防狼技巧吗 老是说这说那的 我也是无语了 难道被大佬头子给霍霍了 那才叫单纯吗 对不对 老是说这种话 喜欢招招哥姐们给招爷点个免费的关注 说个新一点 再欢迎我王大爷 你们说嘛 来北京 欢迎大爷 老是说这种话 那你们说我怎么才不是老油条吗 难不成 对不对 我被大老头子给拐走了 给霍霍掉了 那才叫单纯吗 我就是我在社会上有点心眼 这个我承认 我不能 我如果说我没点心眼的话 我 你们老是说我是老油条 我要解释一下 我怎么是老油条 对不对 我在户外的话 我肯定 不管在哪个地方 在外面打工 我一定要保护好我自己 对不对 你才十几岁就出来打工 那你要是发生点什么事情 爸爸妈妈会不会担心 爷爷奶奶会不会更担心 生病身体是 生病越来越严重 我只是在户外保护好我自己 对不对 老人说我是 老油条 我就会一点防狼术 怎么是老油条了吗 对不对 我又不会唱歌 又不会跳舞 我又不会像你们学习这么好 谢谢大爷 学习这么好 那我就会一点防狼术 还咱咱去说七七八的吗 在小 在小 说小风凉 我给大家发个福袋歌 谢谢我王大爷 王大爷 你这么喜欢我吗 王大爷 难道我直播 你就这张老头大老头子喜欢吗 喜欢招招歌姐 我给大家发了个福袋 咱们参与一下 对 你们要是喜欢小招 不用给小招送大了 我一人就送一颗小星星就可以 对 一人送一颗小星星点赞 就可以 我看有多少人喜欢我 点个免费的关注 一人对着屏幕 一人点十下赞 老是说这说那的 难道就因为我家里穷 你们就老是 说我跟大老头子这那那这的 别人我村里面人都看我直播 他们天天头对头的去说 谁家闺女 跟大老头子天天扯不清 让我妈妈上次都骂我 所以说你们老是造谣 你们过把嘴瘾了 谢谢我王大爷 你们过把嘴瘾了 对不对 那我怎么办 谢谢王大爷 我直播间里怎么 都是大老头子喜欢我 绑一多大了 绑一王老头 你是不是小六十了 喜欢招招歌姐们 给招一点个免费的关注 对送一颗小星点赞就可以了 不要送 老是说这些问题 我其实是他们老是说这些话 有没有喜欢招招的 咱们给挂红包的也点点关注 挂红包的哥哥 对喜欢招招 不要送小的大刘哈 送大刘你们也破费了 就送一颗小星点点赞给招招 我就看见了 我就看到你们支持小招 一人点 屏幕对着屏幕点个十下 二十下赞我就特别开心了 你们说吗 感谢大爷大爷 大爷你怎么一直送我礼物啊 我是老江湖 我怎么是老江湖了 难不成被别人给拐走了 那才叫好吗 对不对 我只是在户外 我只是防防狼 谢谢天涯哥 谢谢王老头 谢谢我王老头 老头哥 你喜欢我哪里啊 你都小八十了吗 你看你头像都小八十了呀 呀 怎么一直送 大爷 你绑一 你给我刷这么多 我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啊 咱俩年龄差距太大了 我今年才不到二十二岁 你都小八十了 就算我真的跟你在一起 你是不是喜欢我 你昨天就跟我表白 就算咱俩真的在一起的话 我 我肯定会要你的 我把你整偏瘫了 我 对不对 你不要老是这个样子吧 我美丽 谢谢 我说实话 咱俩年纪差距这么大 我 我小招有什么说什么 我今年还不到二十二岁 绑一大哥 绑一老头哥 都小八十了 对不对 我就算你真的把我追到手 我有什么说什么 我绝对我不会套路谁 你就算真的让我跟你在一起 我现在是个小油条 就像他们说 再过两年我就是老油条了 到时候不给你把你整片他 我再去养个小白脸 一般都是这样的 我有什么话说什么话 哎呀 王大爷 你怎么一直送我礼物啊 大爷 你说你的牙齿 牙齿又是金 金 又黄金香的 我大爷 你赶紧把你的牙 换成 铜牙吧 要不然到时候过两年 把你整片摊了 那个牙也不放过 大爷 你喜欢我什么呀 我实话实说嘛 就算你真的 就像你们说的一样 咱俩差距年龄太大了 我肯定会把你给整片摊的 过两我现在不会把你给整片摊 过两年的话 对不对 你追我的话 我现在也给不了你什么呀 大爷 我的妈呀 怎么一直送啊 大爷是不是从小白号给我刷到35节 就从昨天对我一见钟情 我都说实话 你们老是说小赵 我小赵 你怎么老是套路别人 老是说这种话 但是我是实话实说 你们也看看嘛 保姨跟我年龄差距有多大 保姨都小八十了 我才今年才不到22岁 你能保证 对不对 我就算跟你在一起了 我保证不了我自己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我总有一天会把你整片摊的 我实话实说 你们老是说我骗你们 我有什么说什么 我现在我是不会要你的 对不对 不会把你整片摊 因为我现在还是个小油条 我怕你整不好的话 你把我整到耗子里面去 过两年的话 我会 把你整摊 老是说这种话 我的妈呀 绑一大哥 你怎么 大爷 你怎么老是送我礼物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了呀 喜欢赵赵哥姐们 不用送一小大礼物 我就送一颗小新点赞就可以 我给大家发了个福袋 咱们猜一下福袋 咱们给挂红包的哥也点点关注 对这对着小赵的屏幕 一人点个二十下站 得一人点个二十下站 我是老油条 但是我我敢说实话呀 对不对 我承认你们 老是说这说那的 我承认我今年才二十二岁 大爷都小八十了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见过多少世面 我不敢保证 我再过两年都见不了世面 对不对 那万一我带队大爷不喜欢呢 我见到更花花绿绿的世界 你 我不能保证我 我不把大爷过两年整片摊 我说的是实话 你们看电视剧吧 正常操作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找个老头 然后把过了年 把老头给整片摊 然后找了个小白脸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有什么说什么 谢无怨无悔哥 啊 怎么这么多人送我礼物啊 你们要是喜欢 招招给招招点一个免费的关注 售个小新DIZ就可以 不用售小的大流啊 你们售大流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大爷是北京人吗 大爷 一讲我说话油腻 但是我虽然说没有多小文化 我也看过电视剧 是不是 电视剧里面都是这样写的 我今年才二十二周岁 我不敢保证 我跟一个老头子就过一辈子 是不是 老子 但是我但是我说的也是实实话吗 你们要是喜欢招招哥 你们给招招一人点个免费的关注 得售一颗小新DIZ就可以了 对一人售一颗小新西 咱们给售新西 哇天呐 大爷你怎么一直售我回家呀 你有儿子女儿没有啊 你儿子女儿跟你住一起 我不好我不敢下手 我说的也是实话吗 现在这个社会对不对 有什么就说什么 你们怎么老是嫌弃我吗 对你喜欢招招的哥姐们 一人点着屏幕对着屏幕 一人点个十下赞 感谢天涯哥 对对着屏幕 一人帮招招点个十下赞 对对着 帮小赵先招个十万点赞哥姐们 我说的是实话吗 我虽然说是农村人 对不对 我也没有见过多少世面 但是我有什么说什么 我也没有说去骗这个去骗那个 对不对 老是说这话 难道这也是老油条吗 我的妈呀 欢迎我立哥 你们要喜欢招你大爷 榜姨大爷 你怎么一直送娶我回家呀 你送的我都有点害羞啊 我也给给不了你什么 你把你假牙优过来 我给你洗洗假牙吧 听说小八十岁都有老人味啊 你有老人味吗 有老人味没有 小八十岁都有老人味 我太爷爷身上就老是有老人味 因为我爷爷奶奶下的干活 有的时候 我就照顾我太爷爷吃饭 我太爷爷身上就有老人味 就算咱俩真的在一起了 我天天跟你在一起戴着口罩 这怎么合适吗 来北京 我的妈呀 我就只知道大老头子喜欢吗 你要不你先把你假牙优过来 我先闻闻味 我先慢慢的适应适应 别到时候我真的去找你了 对不对 我受不了你伤那味 你你还说我嫌弃你 先把你那个假牙给脱下来 给我优过来 我先闻闻味 我先免疫免疫 我说的是实话 我你们你们是年轻人 难道你们找了个老头子 你们想想爷爷什么老的时候 会有老人味对不对 你们就不讨厌那个味道吗 我只是说实话而已吧 老爷说这种话 哇喜欢招招哥姐们给招招点一个免费的关注 对一人送一个小新点赞就可以了 不用多送大礼物 大爷你一直送我礼物 我都不好意思了 大爷的女儿比我大十岁 我说的是实话 至少我敢说 我现在我就算真的跟一起 让我去北京找你大爷 我现在也要不了你啊 听说对不对 时间在一起久了 新鲜感都没有了 慢慢的细水长流 过两年 对不对 咱们再在一起 你现在在一起的话 我说的是实话嘛 我现在也没有经历过什么事情 我现在我是个小油条 是粗粗毛毒 对不对 我也骗不了你 再过两年 你让我再长长经验 把你要平摊了 别人也不会怀疑是我 我现在如果说去找你 对吧 你这么有钱 我肯定想把你给整平摊了 但是我现在整平摊 我就实名认证啊 我就直接说啊 我把你给整平摊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阅历不够 我驾驭不了你啊 你再过两年啊 过两年我就 擦边求耻的 就不知不觉把你给整平摊了 我实话实说 我没有撒谎 难道你们这么多钱找个老头 你们不心动吗 对不对 你们就不想把他要偏摊吗 小八十岁又是放屁又是模样 你们看暂时劲嘛 又是老人为 你们受得了吗 我实话实说 怎么老是至少我敢说对不对 你们老是说我 我也从来没说我没有撒谎 欢迎阿拉丁哥 喜欢招招给招招点个免费的关注 不是说我吸一碟子 村长回叫你回家睡觉 绝不放弃哥 你怎么老是又胡咧咧了 每次进我这边都老是胡咧咧 你们老是说 我怎么这么老油条 但是我说话是很现实的 对不对 我说话我也没有撒谎 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是比较实在的 对不对 你大爷你这么喜欢我吗 你先把你假牙拐杖优过来 我先闻闻味 闻闻味 我看看能不能先适应 到时候我直接找你的话 就去直接免疫了 我也不不怎么样了 对不对 你把你假牙优过来 我先让我闻闻味 好好的闻几天 闻一段时间 我说的是实话吗 你们不要嫌弃我 我喉咙里面喉咙感冒了 我说的是实话 你这么大岁数追求我 对不对 我不敢保证我以后 不把你整偏谈 我这是实话 你们为什么不敢说实话呢 我就是敢说实话 至少我敢讲 喜欢招招哥姐们 给招爷点个免费的观众 送个新点赞 我是烤鱼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吃鱼的 很正常 为什么老是卡弹了 为什么老是说这种话吗 感谢无怨无悔 喜欢招招哥姐们 怎么送我大礼物了 你们要是喜欢招招 就一人点个免费的观众 对 送个小新点赞 我就看得见了 你们送我大礼物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我怎么这么招老头子喜欢啊 怎么老是瞎说这种话 你们老是说我是老油条 难道我要如果说我没点阅历的话 那那隔壁楼下小区保安 让我出去吃饭 我就去跟他出去吃饭 这叫单纯了 是不是 每次我路过隔壁小区 那个保安路老是说 要不要吃个饭 我说不去 我单纯你们口中说的单纯 是不是就跟他一起吃饭 就是单纯了吗 我怎么了吗 老是这样去说 老是火箱 我又不是凉山的 我从来没有说我是凉山的 我这件衣服 干浓活都有浓活的衣服 你们看吗 我老是摸这些炭火什么之类的 我要是穿件干净的衣服 那是不是 每次都是脏衣服了 我也没有说怎么样怎么样 我只是聊聊天唠唠嗑 我把最真实的想法说给大家听 对不对 老是说这手哪的 老油条 那你们说什么才不是老油条 是不是被人家老头请你吃顿麻辣烫 你跟他出去吃麻辣烫这不叫 这叫单纯是吗 我只是保护好我自己 怎么了吗 老是说这说哪的 招招你怀村长的孩子几个月了 绝不放弃 你怎么老是讲得胡咧咧的 老是说风凉话 大爷气走了 至少我敢说对不对 你们老是说这种话 我也是实话实说 我今年才22岁不到 他一个老头子 他一直追我 他从小白号给我刷到了35级 这两三天 一直追求我 说让我去北京去找他 我说怎么去找你啊 我说就算我跟你真的在一起了 我才22岁 你都80岁了 我不敢保证 我一直喜欢你 对不对 我过两年说不定腻了 我就把你整偏摊了 就下药了 我说的也是实话嘛 老是说我是老江湖老油条 谢谢我卓绝啊 怎么给我送大礼物了 卓绝啊 你们喜欢招招 一人送个小新点赞就可以了 但是我说的是实话嘛 我们农村人难道就不配 去说话了吗 老是有些小黑本在那说 小风凉 小风凉话 我说的本来就是实话 你们不要嫌弃我我这我这坛我总不能咽进去是不是 我就吐出来了这两天 感冒了 喜欢招招的歌姐们你们就给招招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啊 卓绝你怎么又送我大礼物了你们就给小招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啊 一人送个小星星点点赞就可以了对着屏幕一人点个十下赞好不好一人点个二十下赞 但是我你们虽然说我说话比较那什么 但是我说话是比较直接的 我不会拐弯什么抹角的 对不对 你要是能接受我过两天我能 我把你要偏摊 对不对 把你整偏摊 你能接受的话我考虑考虑 我也没有说去 我也没有说去说瞎话啊 对不对 你们老是这样去说 我不是梁山的呀 没有什么曝光不曝光的呀 我不是梁山人啊 我是河南人 我从来没有说什么之类的呀 我也没有卖货 我也没有带货呀 为大家发个福带歌姐们 咱们参与一下福带 怎么 难道我什么眼里都是这些人在那 胡烈烈吗 说小风凉 你们怎么老是这样去造谣我 你们怎么老是这样去造谣我 我承认我眉毛是闻了 是之前我眉毛上有块八 你们看吗 哥姐们 这有一块八 很多人都叫我是到八门 然后就我就花了几百块钱 把眉毛闻上 但是太便宜了 找的不专业 然后眉毛就没有闻上去 我怎么做你们都去老是说 我隔壁直播的 我隔壁 对不对 你们都不说啊 一些男主播那裤子挑舞都能提到嗓子的 你们都不说 为什么这老是这样去说我 我只是考了几条鱼而已 我实话实说 我也没有说我去骗谁 怎么老是这样去造谣我吗 为大家挂一个福带哥姐们 怎么参与一下福带 对喜欢招招一个招招点个免费的关注 送个新点赞 我现在来广东了 我不在河南 很多人都逼着我 他们说说你赶紧出去打工吧 说天天在家里面 还照照顾什么你太爷爷 说你太爷爷都把你我太爷爷偏摊了 他们说这些小黑粉们说 是我把我太爷爷整偏摊了 把我说的 我然后就受不了压力了 我就出来了 出来找工作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谢谢谢谢王大爷 王大爷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王大爷 喜欢招招个姐们啊 你们就给招招点个免费的关注 我就送一颗小新别赞就可以了 你只送我大礼物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大爷 王大爷你 别跟我刷了呀 你给我刷这么多 我怎么报答你呀 王老头 你喜欢我哪里呀 我改还不行吗 我改啊 我的妈呀 王老头 王大爷你怎么这么喜欢我 你不怕我把你给整骗他了吗 以身相许 大爷 大爷 你怎么一直收我礼物啊 你都小八十了 我今天才二十二岁啊 你有老人味没有啊 有没有老人味 听说小八十岁都有老人味 我太爷爷伤就有老人味 我闻够这个味道了 你是老人味 你有疤 你有疤吗 脸上有老年疤吗 老头上头了 你脸上有疤没有啊 我实话实说 这问对不对 也是实话实说吗 你喜欢我哪里呀 大爷 不要再送了呀 你们要是喜欢招招 就给招招点一个免费的关注 送个小新点赞就可以了 对 对着屏幕一人点二十下赞 这老头相忠我了 我不知道啊 他从小白号给我刷起来的 就这两天 一问一问他说话 他他就说来北京 你儿子女儿离你有多远啊 我上次看你评论说你女儿嫁到国外了 你有没有儿子啊 你儿子跟你离得近吗 要离得近的话 我 我不好下手啊 离得远的话就你孤身一人的话 我能想个丝滑小连招把你整片他 神不知鬼不觉 你这儿女都在身边 我 我有点害怕 我不敢整 我是实话实说嘛 你们老是说 难道你们找一个 你们 女孩子对不对 你们二十多岁 被一个八十岁老头追求 身上又有老人味 又对不对 又老味又老年般的 又睡个觉 又放屁 又磨牙打呼的 那你们受得了吗 那肯定想赶紧给他 药片摊 就赶紧整片摊 对不对 我没有撒谎啊 我说的也是实话 但你要是对我好的话 我会给你找一个好的保姆 把你就当成财神爷供起来 王大爷 王大爷就喜欢真实的 对不对 我有什么说什么 我也没有说 其他假的虚的 王大爷 你喜欢我什么呀 大爷 你把你假牙邀过来 我先闻闻闻 我说的是实话 你们来北京 干嘛老是让我去北京啊 你一直刷我心有点慌啊 你们要是喜欢赵赵哥姐们 给赵赵一人点个免费的关注 一人送个小新铁子 淳朴美丽 我就是喜欢说 道成长